中国对外的军售武器一架连五美主称,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,不少中国武器比同类的欧美武器便宜一半,性能却能达到欧美水准。 可以说,中国武器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军构的不二之选,但是,近期,有两则新闻,引起了战狼军的关注。 一是,今年5月下旬,土耳其向巴基斯坦,打出售30架T-129直升机,交易总额高达15亿美元。 而在此前,巴铁对中国的5-10直升机很感兴趣,但最终,还是选择了土耳其的直升机。 随后,7月5日,土耳其与巴铁在签一笔大单。根据协议,土耳其将为巴铁建造四艘岛级轻型护卫舰,总价约12亿美元。 据介绍,这两笔军售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武器出口项目,土耳其为何能接二连三的从中国手中抢下大订单? 而且还是拉拢的,是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巴铁。 这与土耳其出售的武器本身关系很大,和中国5-10竞争的土耳其T-129直升机,不得不可谓是一件性能强大的武装直升机。 和5-10相比,T-129直升机重量更轻,在重能力更为突出,T-129直升机重量最大为5吨,可携带2.5吨的弹药,而5-10最大重量为6.5吨,再弹量只有1.5吨。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,T-129直升机是根据炎热、高原环境设计的,这一点更适合巴基斯坦的地形和气候。 护卫舰方面,像,比于中国造F-22P护卫舰,土耳其的导机护卫舰的隐身能力要好很多,其动力系统燃气轮机来自美国,而柴油机来自德国奔驰集团旗下的动力系统制造公司,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,可以引进欧美的先进技术,因此,咱们的军工企业要想挣回面子,还得继续加油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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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